因為他教訓他們 只有成為互相他們的經濕 以上是建築的善言 各位朋友 今天我在紀念八年前 我舉行我的第一台彌撒 其實昨天晚上夢想 今天的第一日 我自己想 神父最深的身份就是彌撒 我們做最美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彌撒 神父真的是彌撒之人 可是耶穌在今天的福音 很明明跟我們說 不是因為你們因我的名 講道理 因我的名 做這個大奇跡做彌撒 不是因為因我的名 你們驅逐魔鬼 你們才能夠進入天國 進入天國 只要聽我的話 而實習 實行 實現 可能很多神父們 主教 他們雖然每天做彌撒 現在也在地獄 因為做惡事 可是我還是在想 我們神父們也是透過彌撒 才能進入天國 在彌撒的時候 我們出生身體的時候 耶穌用我們的嘴巴來說 祂的話 你們拿去吃 這就是我的身體 將為你們而犧牲 而這些話 馬上成形 馬上實現 這個面餅 馬上變成 耶穌的身體 在機台上 舉行 祂的 奉獻 在十字架上 這個面餅 這個面餅 就是 變成我們的食糧 當然 主生身體的時候 我們神父們說 耶穌的話 不是我們自己的話 可是因為每天 講這些話 我們都希望 耶穌的話 慢慢地變成 我們自己的話 神父是彌撒之人 祂真的希望 渴望 把祂的一切生命 變成一台彌撒 不是因為我們 做彌撒 我們才能夠進入天國 可是如果 因為彌撒 我們做彌撒 我們越來越渴望 把我們的生命 自己的生命 變成一台彌撒 我們才能進入天國 昨天有一個人 向我說 你是不是不自由地 來這裡工作 那時候我有點尷尬 因為我跟他說 的確不是我本來的願望 可是我還是跟他說 是自由地來 我是服從地來工作 因為我記得 被主神神父的那一天 我把我的雙手 放在主教的雙手 而那時候 願意服從 願意去做天主的職業 而不去做我自己的職業 我記得 耶穌他進入這個職業 他說 犧牲與全反擊 已非你所要 卻你給我預備了一個身體 所以我來了 為了誠心你的旨意 其實我們每次放棄 我們自己很想做的事情 為了去誠心天主的職業 那時候我們真的實行彌撒 而那時候我們可以保留我們的喜樂 當神父 因為真的是我們的身份 所以我請你們 為我們神父們祈禱 祈禱我們真的可以 能夠變成好神父 好牧羊人 我昨天聽到一個英國人的道理 他剛剛被祝聖神父 他用英文說 Please pray so that I can become a good priest not only a good it is not enough not only a priest it is not enough either but a good priest a good bread to eat 請你們祈禱 我們神父們 可以把我們的生命 變成一台彌撒 Amen